好 娘 朕明天 我 今天的朝会上 娘不该说那番话 这杯茶 娘是来给你赔罪的 这倒是不用了 今天我们就不谈母子了 我们谈一谈 君臣的事情 你爹大行的时候 说不出话来 他握了我的手几下 把我给握疼了 你爹大行 他那不是怕死 他是在警告我 说我若是偷得清闲 看着你把江山给搞乱了 虽在地下 他也断然不会放过我的 我操劳这几年 金正之后 我还在屏风后面听着 我知道 你不舒服 母后误会孩儿了 孩儿没有那个意思 母后为江山操劳 好 皇上 儿女 听我说完 自古之兵非好战 你爹 你他爷爷 他们多次对关外用兵 但他们那不是喜欢打仗 因为敌人 饶我边境 毒我民众 让我们的边疆不得安宁 但即便这样 他们在用兵之前 也得不眠不休 分析敌情 到了战场上 也得身先士卒 爬兵卧血 轻易动刀枪 对国家 那就不是一个吉祥的事情 你爹当年 在边疆开拓护士 允许他们用皮毛马匹 来交换盐巴 粮食 药草 那既是人证 又是消弭战争的方法 这些话 你要牢记 是啊 母后的话 孩儿记下了 下面大臣 有剪着你爱听的说的 你千万不要马上表态 就算心里很高兴 也得装作无动于衷 大臣们顶撞你 你要和颜悦色 有人轻视你 你要高兴 这三件事你要能做到 这位子 你大概就够格做了 是 母后的话 孩儿受教了 你什么时候学会作伪了 听我把话说完 皇帝要是被人知道喜好什么 小人就会投其所好 逐渐迷惑你 皇帝要是被人顶撞就勃然大怒 慢慢地 慢慢地 朝里就没人说真话了 皇帝要是被人轻视 就失去理智 敌人就很容易操纵你 想一想 再想一想 然后再决定事情 然后再决定事情 古人说的三思而后行 就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 我管你管得很严 但是只要你能当一个好皇帝 就算你不认我这娘 我也是高兴 娘 娘这儿说的是什么话 好 屁股底下又长牙了